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 軒 還有我阿羅 你為什麼少一個你呢 有所謂 有一個軒字也可以 今晚我們的節目主題 叫給外利斯 為什麼名字這麼搞笑呢 試完最近應該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Alice Wonderland的第二集有照片 但這集我沒有看過的 但因為上一部Alice Wonderland 我天武頓那一部我自己覺得不太行 於是今晚借題發揮 其實電影裡面有很多 實際上有很多電影都是用Alice這個名字來做Title 會不會太多 是很多 不知為什麼會 Alice是很多電影 我覺得最主要都是因為那本的原著 所以就拿它的名字出來 通常有些fantasy的元素 有些主角在幻想世界裡面 即是他自己個人的幻想世界裡面 都會用到這個名字 所以今晚我們講的四部電影 就全部都有Alice這個名字 在Title上 今晚可以留意一下 今晚的第一部電影 既然我開籌都講了愛里斯夢遊仙境的話 那我就當然不可以不講的這一部 就是來自捷克的一個著名的動畫大師 是John Sevenmaier的Alice 這部電影是1988年的作品 那愛里斯夢遊仙境這個故事 我想都相信大家都不用多說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因為就算你沒有聽過這個bad time story 你聽你都自己都說得出後面會發生什麼事的那種 即是很耳熟能長 今晚這一部的Alice有什麼特別呢 我剛才都講了 John Sevenmaier是很出名的動畫大師 除了Alice之外 Loreen之前都介紹了好幾部很出名 浮屍燈 浮屍燈 貪氣樹 對 貪氣樹還有第二個名字 很有趣 叫四人滴滴仔 是嗎 什麼來的 對 他有第二個名字叫四人滴滴仔 亂譯 對 但是全部都是動畫來的 真人動畫有些是 真人家動畫 真人家 真人家 Alice也是 沒錯 Alice也是一個真人家動畫 對 那 即是愛里斯夢遊仙境這個故事 都已經有一個很鐵定的框框在 主流的做法 那當然直接把Alice Evander 當作是一個童話故事來拍 但Sean Sevenmaier 就不是 很反其道而行 他是一個 這部戲 基本上 由頭到尾都是一部 黑色童話來的 那 怎樣為黑色童話呢 其實這黑色童話 就不是拍給小朋友看 是拍給大人看的 其實 那 而 Sevenmaier那個 影像 當然 看下去 就一定不是 為小朋友而服務 就是 例如 整部戲 這部戲 基調 其實很陰層 而且 你會看到Alice 在這個 畫面裡面 對不起 不是畫面 是這個 夢境 整個層次 都很髒 很簡陋 很陳舊 你不會覺得 他是走進一個 Wonder嶺裡面 反而是 好像一個 Dirty嶺的地方 反而是 還有 這部戲裡面 除了Alice 一個是真人之外 全部都是 Sean Sevenmaier 他自己 做的 公仔 定格動畫 是啊 他創的 是他創的 是他創的 真的嗎 真的 是他創的 是他創的 我沒有記錯是第一個 那就是說 天保頓 致敬失敗 不是 他早期 刺隔早期 他早期是有隻狗 那時候還沒出名的 短片 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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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前有一套 叫做Corsprite 就是這個 施生糧 怪彈施生糧 還有還有怪彈成之 是 都是這種 都是泥家 但是他用實景 但是這個 Sean Sevenmaier 是實景 擺 他逐格拍 是啊 但是很有趣的 Sean Sevenmaier 那些 角色整個動作 是很奇怪 如果你拍一些定格動畫 你是會 公仔怎麼動的時候 你是會 逐格 是不是 他不是 他是跳的 他整個動作 你可能是 十步 走過去 但是Sean Sevenmaier 他剪到是 五步就走過去了 就是整個 整個風格 就會變成一個 很詭異的 感覺 整件事就會變成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太懶 不想逐格做這麼多 不是 其實你看回 折克的幕後劇也是這樣 是嗎 因為我自己去過折克前 你真的看過折克的幕後劇 是很詭異的 真的很黑的 如果你會 別人說他們是有靈魂 你會相信 真的嗎 他的技巧 你會覺得他真的很像新人 但是他真的是公仔 但是他很流暢 他演到的人好像很有性格 好像梁芯花裡面那個 梁芯花裡面有一段 也是做木偶戲的 應該有點不像 是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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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鬼鬼調一點的 那個我也覺得很鬼 那 除了這一點之外 還有 這部戲裡面的角色設計 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身的畫故事 是 從一開始 這個白兔先生 因為白兔先生 不是一個 你看看 他的樣子都已經是歪來歪來歪來的 而且他裡面裝著的 居然是一些木屑 就是 當他 下下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肚子 劏開了 掉了木屑出來 然後他會拿了別針 黏上去 整件事很奇怪 這個人 還有這個 夢境裡面 有很多 因為 兔子先生 是 紅心皇后的 兵 什麼 對不起 是 是 有很多這些 所謂的 蝦冰蟹象 這些小動物 都是用動物的頭骨來做 有些得人驚 其實我看那次 我也覺得是 還有 還有 這個好出名 Math Hatter 是的 Math Hatter 這個 風帽像 還有這個3月號 是 用木造的 公仔 還有 他們身上是釣著一些 木偶的線 在那裏 不停地重複 又重複 這樣換位 但是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 他們的HIT時間 就是 是的 還有 還有 這個 用蜜做的 是的 穿孔的蜜 穿孔的長筒蜜 再加盤甲牙 就變成了一個 Caterpillar 就是 毛蟲 毛蟲 毛蟲先生 如果大家都有看過 我們 先毛流仙境 都會知道 這些 仙境裏面的角色 但是 應該都沒有人會猜到 為什麼這些角色 都會在 Sevenmaier的 手下 變成了 這麼奇怪的生物 所以看的時候 是覺得 有點恐怖 對於我來講 這部是很恐怖的 是黑色童話 這部真的 真的是一個 對了 那 話就說 這部戲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注譯一個童話 但是 其實我不覺得這部戲 偏離故事原意差得很遠 反而 我覺得 更加之貼近 本身 故事 基調風格 我還沒看過童話故事 裡面 那個王 不斷叫人家砍人家的頭 其實 小朋友 故事 都好像有點恐怖 我覺得這一點 還有 這個 夢遊仙境 就是 我們之前看過的 奧利斯夢遊仙境 都是 奧利斯是一個 很被動的人 但是 這部戲 由一開始的時候 Alice 已經是對著鏡頭說 我要說一個故事 就是 關於 這個奧利斯夢遊仙境的故事 還有 如果你一直看這部戲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奧利斯好像在操縱著這個夢境 例如 他 太大顆 開不了一道小的門 於是 他想一想 就有一塊 變小了的 曲奇餅 我沒有記錯的話 變小曲奇 走出來 所以其實 奧利斯反而是變成了一個 在夢境裡面 不停操縱他自己 他想做些什麼的人 這個是一個 挺有趣的設計 是 是 我本身跟他兩個女兒說的故事 是完全爆肚 隨口 說了故事出來的 說完之後 好像是他老婆 覺得這個故事 挺好 所以叫他寫下 類似是這樣 所以整個故事 首先 不靠譜這件事 我覺得是 在這套戲裡面 是完全體現出來的 如果你純粹是用一個口唇 純粹是文字的看 你覺得這件事很天馬痕 但是把它拍出來 整股詭異的味道出來了 這部戲是 將 大家都可能看不到 可能看起來是很開心的一部童話 但是其實 你有沒有想過 夢遊仙境都可以是一件很詭異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部電影 還有這本書 我們真的是一個英文原著 我覺得是奇書來的 這本書 它這個版本的奧利斯 是最貼近原著 劇情幾乎是一模一樣 幾乎 它只是改變了一些人物 就是它的設計 還有它 我講一講原著 它本身的風格是怎樣 它的風格也是很無厘頭 突然有彈東西出來 突然彈東西出來 完全沒有邏輯關係 因為夢境本身也沒有邏輯 但是它有一件事 是貫穿了它的小說 就是 愛麗絲將來會變成怎樣 愛麗絲在故事上 從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我講的完全不是電影的版本 到最後 它都會說 愛麗絲之後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找回自己 這個過程好像是一個 窮想你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反而 愛麗絲反而想告訴觀眾 嘗試傳譯跟愛麗絲是怎樣的人 就是因為 愛麗絲又有她一些黑色的幻想 就把整個夢星變成暗了 但原著她又不是黑色的 她純粹是一個天真的女生 相對來說 真的天真一點 這個版本是其中一個傳譯的方法 我覺得這部電影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愛麗絲在講故事的時候 她真的拍著她的嘴巴 是 就像Alice 哭了 我這一下是很天才 嗯 因為呢 整部電影裡面 只有一把聲 就是Alice Alice是 扮演其他 旁白了所有角色的對白 包括她自己 那 於是 其實 都可以看到 愛麗絲 其實可以說這個夢裡面 是 說怎樣就怎樣的一個人 她是一個 在劇情裡面 不斷地加入了 拍著這個小妹妹的嘴巴 的一些旁白鏡頭 那 看到最後的時候 甚至是 洪森皇后說 不行 我要散這個頭 因為你在我們這個王國裡面 會犯了所有規矩 但是呢 到最後 她說 我不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在這個夢境裡面 因為夢境是 一樣 完全是不講邏輯 是一樣 有幾方彈 有得這麼方彈的 都可以出現到 那 所以 其實到最後 當愛麗絲醒了之後 他撿起那把 兔製先生 經常拿著 要他拿那把剪刀的時候 他又 口口說了一句就是 兔製先生 再遲到我 就斬他的頭 這下真的很黑 這下 很暗 原來 紅森皇后就是愛麗絲 所以這個童話是一個 意想不到的黑色 其實這個故事 就是 今節 這個 愛麗絲 黑暗版夢遊仙境 就介紹到你這裡 我們去一去過 阿朗 我們第一節之後播的 這首歌 是一隊來自廣州的樂隊 這隊 在香港 認識的人不多 但是 其實 在廣州 算是 挺有名的 這隊 叫吹波棠 這首歌 叫愛麗絲夢遊 沒有仙境 兩個字 就這樣叫愛麗絲夢遊 其實我們今晚 四部戲的名字 也有愛麗絲 連歌也是有愛麗絲 這首 愛麗絲夢遊 沒有仙境 這字 其實是一個愛情的故事 大家可以聽一下 還有 順便宣傳一下 幫忙 7月30日 吹波棠來香港 開現場會 在Hidden Agenda 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去看 好 大家去一去歌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講完暗黑版的 愛麗絲夢遊仙境之後 第二節又講一下 另一部 這一部就是 叫Alice in the Cities 中文的譯名叫愛麗絲城市漫遊機 不是在夢境裡面漫遊 這次真是很貼地地在一個城市旅行 這一部電影裡面的Alice 就很慘 為什麼有什麼那麼慘呢 Alice本來都是德國人 但是在美國 在旅行的時候被媽媽丟下了 於是 還丟下了一個 又是跟Alice一樣 是來自德國的一個記者的角色 這個記者 就在一個寫作靈感上高 即是 來到美國之後 就 居然都 寫不出東西 寫自己 就是靈感去到一個樽頸位 還要 幫一個一夜情人去照顧這個女兒 於是 於是 記者就決定 拿著那少少少美金 即是僅僅救她回去 德國那裏 車那個女兒 車這個小女兒 回去 她的家 於是 這個記者帶著Alice 離開美國 想回到德國 找回Alice的家人 這部電影的導演 就是 我們經常都講公路 公路電影裡面 有哪幾個是最出名的 表姊 其中一個就是 Vin Vandas 文文達斯這個導演 阿諾已經經常跟大路相互很棒 很棒 很棒 但原來 Vin Vandas 為什麼會開始拍公路片 其實就是由這部開始 因為 Vin Vandas 也講過 他去到美國之後 其實他跟這個 應該說是 他是把自己 Vin Vandas 他自己寫了 去這個記者的角色裡面 因為他自己也是 去美國學電影 的這段時間 是 整個人都好像 不知道怎麼做好 他是找不到一個 屬於自己 可以拍的電影的風格 還有 還有 可以建立到一個 什麼的性格 在電影圈裡面 所以 突然想到這個故事了 於是 這部戲裡面 說就是 七十年代人 七十年代 歐洲的人 都好像很響望 美國的生活 大家都會 如果看這部戲的時候 都會看到 有些 美國很 新潮 在那時候很新潮 例如 電視機 之類 這些娛樂 電視機 這件事 本來已經是 革命性的一件事 還有 這部戲裡面 看到 美國五光十色的 娛樂生活 但是 電視機 反而是 似乎 在諷刺 美國這種 走馬 漢花 很五光十色的生活 反而是 令人 很混亂 好像 你前面有很多選擇 但是 你不知道 這裡有什麼 選不定 一條 路 應該怎麼走 這套 我覺得 他說話 也挺多 例如 歐洲打完仗 美國是 資助 馬爾計劃 資助 歐洲 他把整個資本圖 丟去歐洲 應該是這個背景 因為我沒有 很詳細 但我猜他的故事 會害怕 所以他對一些 美國的消費主義諷刺 其實他的諷刺 是比較消極的 因為 例如 我們的主角 叫你名字 Winters 其實他一開始 他已經是一個 頭友 他好像一些 偽文青 拍照 然後看起來好像 很有feel 他很想寫一些 因為他自己是 受訓於報館 他要寫一些交差 但問題 糟了 我現在寫不到 我只是拍到相片 我拍到一些相片 但我什麼都寫不到 他的狀態 其實他自己有說 拍照是一個逃避的方法 他經常說 之後 例如 有一幕 他跟那個小妹 玩一些文字遊戲 就是那個 你叫什麼 吊頸 那些英文字幕 錯了 就畫一個人仔出來 畫到人仔 吊頸 吊頸 那他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他的那個字迷 就是Dream 嗯 之後他猜錯了 他猜錯了 之後就說 我們說的是實物 你不是這個 但這個 很不實際 他就是 但我覺得這個 其實挺有趣的 側面說了 他覺得夢想是一個很實質的 但實際上不是 他內心其實很頹 很苦 沒有目標 這樣 這個氣氛是 不停地在電影裡出現的 不停地提示 你 你是沒有目標 你不知道將來的 即是各個角色 是 一直都很想去找回一些 自己去做好一件事情的目標 是的 那這件事 他繼續再衍生 衍生到一個德國的將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 這部戲很厲害 是的 即是這個旅行 不單止是要帶個妹妹去找 這個Alice去找回她自己的 祖母 找回那個祖母 那 但是呢 這個旅行 反而令到 那個記者開始 因為那個記者都是來自德國的 因此 他回到他自己的老街的時候 開始好像找回自己 這個 這個 出走 再走回去 原點 這個設計 是我自己個人 一直都很喜歡 是 其實 我自己覺得反而這部戲 他沒有一個 即是找得到什麼 應該什麼都找不到 即是 他公報三部幅 這個是第一部 就是我騎路 終於忘記了 WONG WAY 之後就大友商王 其實我覺得三部去到 最後他都找不到什麼 即是 例如他 去到最後 他的小妹在火車上 那 那小妹問他 你要做 你現在要做什麼 我寫了一篇報道 那他就反問他 你現在要去哪裡 其實他這部門都答不到 那 那 我反而覺得 這個是一個 可能他在迷失 剛好有個小妹出來 可以令他感情 有點寄託 但這件事會消失 純粹是這樣 其實他都沒有 其實他自己都沒有答案 嗯 就是這個過程 純粹在這幾天 挺開心的 可能在這個 可能是大家都在 正確的時間 如果不是很正確的人 但是 居然是可以在這個旅程上 找到一些遺跡 真是正確的 嗯嗯 所以呢 其實去到後來 就是說這兩個人 不是父女 絕對不是 但是呢 去到 中後段開始 其實他兩個開始發展到一些 真是父女的感情 在裡面 是 所以這個 設計 就是 阿Bee Madness 這一方面的 鋪製 我個人覺得是 挺出色的 他自己是 嗯 就是 大師 他的電影很多時候 我看的時候 都覺得很暖 還有有一種感動在裡面 那這一套 看的時候 我想起一套 即是剛才 其實未開台的時候 我們也在說 想起一套 之前我們講過的戲 大概一年前 我們 中秋節 是呀 講過的 是呀 應該是中秋節那時候 是呀 是呀 那 因為那個設定上 又是一個 男士 突然間 有個女孩 有個小女孩 在他身邊 那裡 那個女孩 其實挺有趣的 那個女孩 突然走過來說 我是你的女兒 這個是 我是你夠情人的女兒 你要養我 是呀 這個設定上 我就 令我回想起那套電影 當然裡面的風格是有些不同的 那但是 兩套都是很好看的 嗯 那這一部 的 呃 其他發展的方面 呢 都是有些話說的 好像都是 我印象中 公道三目 都是 但是 都傾向父親 尤其是大陸商王 真的 枯了實在 這個 這個 As in the city 就是 一邊一邊說 好像一些舊的城鎮 就是因為 那個小女孩 拿著她 小時候 媽媽給她 上去 給男主角 去找這個地方 但是 去到這個 魯爾區 就是小女孩 上去的地方的時候 整個地貌都 開始不同了 甚至乎 去到她媽媽的家裡的時候 打開門的 不是她媽媽 好像說了很多人面已經傳非的事情 我猜那個年代 應該變化很快 就是她那個 打仗 那三十二三十年 那個變化很大 那個文化衝擊的問題 那 我覺得這個人應該有關係 可能她 Win Wander 導演的一些背景 嗯 那 因為她 例如她 其實之後 她 有說一些城鎮 那些屋子開始拆 那其實她家裡沒有人住 那個小女孩都會說 那些鎮 怎麼拆 那 其實她提了很多這些問題 不過她沒有說得那麼明顯 有些位置 可能 她要陰一點陰一點 拉一點 嗯 她都不是一個 將東西拍得很明顯的人 她都自己是一個 是的 今節 介紹完 其實這個Alice in the Cities 反而 其實都有點像 Alice in Wonderland 裡面的Alice 就是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的 其實她都是 這樣 這樣好像不應該是未必的 炒魚 哈哈 OK 好了 今節講完Alice in the Cities 之後 我們又 先去一首歌 那 一講愛麗絲三個字 的時候 我又 在歌單上 我沒辦法不加陳奕迅的名字 當然 這首歌很出名 就是陳奕迅的《吸愛麗絲》 那 先去一去歌 我們回來講第三部電影 《吸愛麗絲》 這部呢 都很出名的了 就是《癌井俊義》 《癌井俊義》 出名的拍片 大家都知道 青春 《純愛》片 非常出名 《純愛》呢 我有一部 不是 都很純的 真的很純 都很FF 是啊 這一部呢 就是 04年的《花雨》 《愛麗絲》 其實他之前呢 有出過另一部動畫 去年還是 這一兩年 有一部叫《花雨愛麗絲》 《殺人事件》 好像是前傳 但我還沒看這部 我也沒看 都是《癌井俊義》拍的 但就是全動畫 這一部 十二年前的《花雨愛麗絲》 那 今次要講的《愛麗絲》 當然就是 蒼井修飾演的 大家 小心點 我一邊說 我怕 蒼井修飾演的 不是《丘》 我有點怕 沒有所謂 蒼井修飾演的 Alice 和 寧穆幸飾演的 阿花 其實本來就是 一對好的姊妹 就是好朋友 就是 從小玩到大的朋友 但是呢 直到有一天 阿花呢 突然發現 留意到 一個 令到他很著迷的學長 阿公本 於是 這兩個人的 友情 也開始起了一個變化 那 阿花呢 為了跟 阿公本學長 一起的關係 就 說了一句大話 就是趁著學長 撞頭 躺下的時候 告訴他 你失憶了 你知不知道你失憶之前 告訴我 你喜歡我 就是因為這個 小小的謊言 也是 令到阿花 是有機會接近這個學長 就是想追求 那 阿岩井修飾演 他自己最拿手 就是 拍一些 剛才我都說 拍一些青春 神愛 這些 他很耍家 那 女生 為了得到一個男生 那 FF 之餘 都是 說一個小小的謊言 不少 這個謊言 我覺得 我覺得 都很聰明 我那時候想不到 如果你想到的話 是什麼 對 OK Alice 本來 就是很自身 事愛 但是 阿花的 那個大小謊言 就沒辦法 不把他拉到水 那 但是 在這個 就是 常常都說 謊言 不會只是說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謊言 然後 的時候 發現到 Alice 自己跟公本相處之後 又 開始覺得 他對於這個學長 又有多少 一些 很微妙的感情 在裡面 那 阿岩井俊二 他自己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看過他的電影 都知道 他一些 青春 小青生 的一些風格 我想到現在 還是很多人都在爭相 仿效 但是 就 都很少可以 能夠做到 阿岩井俊二 他那種 對於青春這兩個字 那個 真正 對於這兩個字 真正的觸覺 在裡面 就是 除了愛情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 就是 青春不單止 只有愛情 這一點 其實都重要 是 包含一些 友情的元素 在裡面 這部戲 剛才我都說 就是 Alice跟阿花 都是從小玩到大 所以這部戲 也有不少著迷 在說 Alice跟阿花之間的友情 就算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 除了 曾經是為了 爭仔而打架 的段落 但是 女生的友情 我記得我跟阿朗之前 介紹過一部戲 我忘記是哪一部 但也有說過 女人的友情 是很難 男人很難理解 我忘記哪一部 女人都很難理解 男人的友情 都可能 都是這樣 我記得了 Tangerine Tangerine 有說過 這部戲有點尷尬 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對 那就是 爭仔的時候就打架了 但康復的時候 又可以什麼事都沒有 是可以朋友 那 所以 Alice 都知道 其實 公本學長 對於她來說 對阿花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算自己很喜歡 她也會放手 的一個 就是她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 對我來說 這個故事的設計 其實都 OK的 其實是 我覺得 岩井俊 很擅長 在記憶上面 形容記憶的感覺 其實這部戲是貫穿了 包括她創了一些假記憶 還有一些青春的回憶 例如這張照片 她的照片 會記錄很多記憶的問題 她不知道會 思考記憶的那種真假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真假 會思考這些問題 她這方面很厲害 我覺得她的情書 好像都是類似的 有關於記憶的東西 對 就是兩個 同一個名字的男子 不是 不是 一個男一女 對不起 同一個名字 但是 就勾起一些 以前 真的讀書的時候 因為兩個人撞了名字 而 引發起一些回憶 所以她是很擅長 用那種唯美的方式 她說回一些回憶的東西 可能是她 早期的電影 怎麼那麼感動 是其中一個原因 嗯 嗯 除了剛才Laurene說的回憶 另外就是 岩井俊二的動作力很好 就是 一些很女性的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很女性 除了友情之外 還有一些細節 我一時間名不出來 不過就是 你看到她 真的會拍到那種 你看到她有觀察到這些細節 就是 由這些細節入手的時候 應該很多觀眾 對於青春這件事 更加有一個共鳴感 在裡面 還有 Alice這個角色 其實本身也有很多話 都可以說 例如她 她父母都來了 媽媽經常到處 帶一些男朋友到處走 對 還有 她也很少看到她親生爸爸 但是 當她看到她爸爸的時候 有一種 不是只是爸爸和女兒之間的感覺 例如 爸爸問她 你升了一間高中校服是怎樣 然後 Alice都會說 不行 我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覺得很變態 你有沒有見過我女兒說 穿結構給爸爸看 會覺得很變態 很噁心 哈哈哈哈 我也是第一次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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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可能日本有這樣的文化 我不知道 哈哈 還有 Alice這個角色 因為 她自己都是一種 因為她 加入了 阿花這個謊言裡面 其實她自己都 開始不知道自己的感覺 應該是怎樣走 於是 其實 這部電影裡面 Alice還有一個故事線 就是她被星探法掘拍廣告 但是在這個面試裡面 她永遠都做不到要求 那 當 到後來 差不多到尾 那個階段 Alice開始覺得 要放開 這段謊言 建立了的關係之後 那 到最後 到了一個爆發 就是 Alice 在這個 自由表演 即是 在這個 面試的環節裡面 突然爆發了一段 很漂亮的芭蕾舞 這個是一個 釋放來的 其實是一個 我很喜歡這個結局 這段看得很 即是 人是 嘩 打個懶陣那種 音樂很厲害 是很重要 那一關音樂 岩井俊二 又是很會選擇 那一個很出名的 我忘記了 我沒有研究那一首歌的字 但是 岩井俊二 在這個 影像 和感官上 可以讓你覺得青春 是這樣的一回事 的功力 是真的 絕對有的 這位 說青春 挺有趣的 他把一些很認真 很嚴肅 很高潮的一些位置 他會展示到青春 例如 例如 阿花 和一個 他叫做男朋友的人 開始鬧分手 那個場景在課室上 突然 和媽媽走 又見到小飛 那種幼稚感 和他感情的嚴肅 兩個撞得很厲害 之後 他在後台 跟男朋友的驚 其實是 外面有一個動篤笑 有一個弄的屎發 裡面的人都在哭 那個對撞 是很明顯的 可以加強到效果 這些對比 所以 所以 那時候 那時候 很多地方 都是 很多細節 都是令人清道 對 這個故事 如果就這樣看劇本 他 這個大話 他騙一個男生 我就這樣看 覺得有點喜劇 但是 他拍出來 就是 用他的美學 拍出來 是 完全是 有很多小幽默的 的而是 他自己的電影 還有他自己 也有一個朋友 也有 就著著 林鄭俊義的電影 都寫過一篇 就是 登過報紙的文章 都有一些東西 是說過 就是 林鄭俊義是一個 本來不太喜歡學校的一個人 就是 就是他 很多部演都是 他 他拍學校 就 就是 青春電話物語 啊 情書 都是 就是 有時候都會說一些 有些少 欺凌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部東西 就沒有的 反而就是 都是不願意 不是很喜歡讀書 都是 好像 對學習沒有什麼興趣 反而是 對於 課外活動的東西 是更加之有 PASSION 這一點 這些細節位 都是 他自己 的 簽名 來的 對 今節 介紹完這個 花雨愛麗絲之後 下廣 我們會播的是 這首是 其中一首樂壇經典 Alton John 人稱大姑媽 一位 殿堂級的男歌手 有首歌叫做 All the girls love Alice 其實都是 所有女生都很喜歡 Alice 我也挺喜歡 倉井優 倉井優還是倉井 倉井優 倉井優 這個女演員 一直都OK 另外一個呢 再說 好 那各位去一去吧 好 歡迎各位 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今晚 最後一部的電影 其實 今晚是有一個結構在裡面 今晚到最後 愛麗絲去一個 夢遊園之後 他不再在這 今晚唱一部電影 就真的找到一個 剛好的名字 就是 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 又叫 再見愛麗絲 這部電影 我只聽過名字 應該有很多幻想空間 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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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馬田士高西斯 其實是 早期 不是第一部 其實是後過Ming Street 後過Ming Street 但都是屬於他自己 很早期的一部作品 跟剛才我們說的那部 愛麗絲城市萬遊記 都是一樣 是1974年的 這部電影 同一年 這部電影 那這一部 愛麗絲這個角色 又很慘 這個 Alan Bruston 飾演的 Alice 本來是相夫教旨的 一個家庭主婦 但他老公有一天突然死 出了意外出了事 於是 於是 因為 他老公是一個 家裏的經濟支柱 所以 Alice 就要兼負 在 沒有兼負職 所以 要 支持他 和他兒子的生活 而 Alice 年輕的時候 就會很喜歡唱歌 亦是幸運地被他在酒吧找到一份 做酒囊歌手的工作 亦都認識了當時死了老公之後的 叫做第二春 哈菲契特演的這個角色 但哈菲契特後來大家都會發現 他原來是一個有老婆 本來已經有家室的人 還要來搞Alice Alice又灰了一次 死完老公之後想找到第二春 但認識了新的男朋友 原來是這樣的 於是他又決定離開 再去另一個地方 所以Alice La Sunny Peer Anymore這個名字 可以說阿里斯是一個誤定的人 不甘於在一個既有的位置上的意思 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他又沒辦法再做酒囊歌手 反而在餐廳裡做事應 反而是跟餐廳裡的同事 居然是做了朋友 本來他是很不喜歡超級爛口的同事 但是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發現到其實 原來真的不是一件那麼差的事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 對於我來說也有點像功勞的感覺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一圖我挺喜歡他寫一些 這個女性的角色 就是他唱歌是OK的 但是因為他生活他沒辦法做到 嗯嗯 可能我自己挺喜歡這一類 描寫女性的困境 而且挺有趣的 因為我剛才說的這部戲是1974年 其實70年代左右 其實女性在美國的地位 其實都開始是提高了 已經不只是要留於 因為70年代 再之前的時間 其實美國的女性 都是很三重四得的觀念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些電影 是有這樣說過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角色的男人 全部都是暴力有可 都有點硬來 喜歡 就算是最後最好的 都是有一點點的 很專制 好 就是第二個 最好的是他教那個年輕人結他 那個年輕人很值得打的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我也想打他 哈哈 經常打他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男性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很沒用 可能那個女性的角色會比較堅強 即使有很多觀念精怪 所以看的時候我覺得 其實套戲 特別是前半部分 我覺得前後的風格差很大 就是跟男人走之前 前面那裡我覺得很重的女權思想 特別是那種 剛才說的一種獨立自主 那些 但是到了後段的時候 那個感覺我反而覺得有一點點 轉了 其實我看到後面覺得 其實那個女主角也挺蠻蠢 就是她是那種 不太顧後果那種 那種 跟了那個男人走 然後 有很多事情 就看到她那個 做了一些決定 就覺得她很蠢 有很多事情 我又不 都說我自己有 其實我 如果跟回那個女性的思維 其實 Anne Burstein 她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剛才你說是有女權主義的 一些看法 其實都對的 因為剛剛我都說了 女權主義在那個時候 是開始 美國的女權主義 是開始抬起頭 就是女性開始可以有一些 獨立自主的一些 思想 就是不再是 只是可以 就是她們覺得她自己 不再是男人的附屬品 就是 所以Anne Burstein 她自己的角色 就是在男人 面對著男人這件事的時候 尤其是在對著 剛才說的 Happy Kiteel 這個 有富之夫 還有她後來這個 對她比較好一點的男朋友 其實 她也是一個 有選擇的一個人 就是她 Happy Kiteel 她很決斷地 離開這個 有富之夫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 A-hole 她是一個 但是後面這個 其實她自己 當然她到最後 都是一個 Happy Ending 但是其實 在中間的發展的過程 在一個掙扎的過程裡面 是要看到Anne Burstein 她自己都在想著 啊 這個 我是不是真的 注定了 是一定要有一個 伴侶 在我自己身邊呢 這個是一個 這個思想 我很喜歡的 這部戲裡面 其實我覺得她的兒子 這個角色真的很重要 就是她帶出了 那個主角對於家 家庭的那種渴望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會想到兒子 這個性格的設定 是真的 很邊緣 很容易做爛仔 她是不是有點病 我不太記得 沒有說的 沒有提到的 但是天生是一個 都幾 寸癮的人 我覺得她是有一點 強迫症的 不知為什麼 不停地重複一些事情 激怒的人 可能她家庭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家庭屬於破裂那種 可能會有一點 有一點影響 就是這類的家庭 很容易 令到那些小朋友 去想一些負面 的情緒 那樣 但是她那隻 都幾極端 極端 極端 甚至 她有粗口 不停說粗口 是 剛才媽媽說粗口 就是 對著她爸爸 也是 對著她 搞一下結他之後 就F 對 覺得你是垃圾 你聽過你的歌 都是垃圾 對 我覺得 我會覺得 社會性的精神 我感覺上 所以 小西斯的早期的作品 其實 其實 甚至乎開場的時候 我以為好像 再 前過70年代很多的電影 一個舞台的景 說一下Alice 小時候很喜歡唱歌 突然一 碰 畫面 變成一個新的時代 70年代 跟她小時候 完全是一個 暫新的時代 好像在象徵 一個新的時代 已經來臨了 大家都要用一個 新的思維 方式去看 去對待女性 這部戲 所以這部戲 非常有觀賞價值 對我來說 一開始 黑白 什麼 一個 一個 舞台劇景 舞台劇景 不知道為什麼 令我想起過 Over the Rainbow 你記不記得 Over the Rainbow Julie Gannon唱的時候 沒有看過 六幾千鐘 三幾年 那個 哦 那套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想起 一些很美好的 突然跳到一些 很現實的環境 嗯嗯 有些溝運 其實我覺得 有些溝運 那一段 我覺得 馬尼士高修斯 都是一個 很跳躍的 風格上 除了 Ellen Verstyn 憑這部戲 奧斯卡 最佳女主角 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畫面右手邊 就是現在的 Jody Foster 就是 嗯 是嗎 對 Jody Foster 真的看不出來 是Jody Foster 猜不到的 所以這部戲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行心 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今晚介紹完 這四套 和愛麗絲有關的電影之後 那我們下個星期三 就會說一下 其實 現在都七月了 開始大家都放了暑假 那我們就不如說一下 和暑假有關的電影 那些學習間也很像 是啊 有的 谷次郎 谷次郎 咦 你這麼醒的 這裡很棒 真的在谷次郎之下 這裡很棒 我們下個星期 就會有這個 The Kings of Summer 夏日之王 第二部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 曲子郎之下 北野舞 我吵了 北野舞很多時候都拍一些 黑幫暴力片 但這部是完全靈魂 完全靈魂 完全靈魂 但這部很棒 我覺得這部好棒 很瘋的 這部戲 這部戲偏少少 但也值得介紹 就是話說榮欣 和他媽媽 榮欣 和Harry Potter 對 Harry Potter裡面的榮欣 還有Harry Potter裡面 做榮欣媽媽的 Julie Walters 又合作的 這部就是 Driving Lessons 人生駕駛貨 那就可以 這關門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有一個 消暑之選 如果有興趣的聽眾 下個星期不要走開 好了 今個星期的樂器迷時間 來到這裡 最後一首歌 有時Alice 就不在Wonderland 這隊樂隊 混合少少 Alice in Chains 在鐵鏈上面 有一首歌叫 Down in the Hole 即是跌進洞裡 其實也是 跟Alice in Wonderland 這個故事 有少少 開頭那裡 有少少相似 大家可以聽一下 另外的風景 今晚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觀眾晚安 拜拜